好 行政院即将在礼拜四总持 那么总统府严览立委吴敦义来入阁 担任新任的行政院长 这个好消息马上的传回到了南投老家 亲朋好友赶快的来表达支持 还放了鞭炮 那么吴敦义的妻子表示说 未来将会是任重而到园 最新的情况请记者方品文来告诉我们 听闻 主观观众 新格魁吴敦义的南投老家 通话面您可以看到 一大早服务场门口就放起了鞭炮 庆祝我 这个南投出任人出了一个新格魁 所以不少将亲都是兴奋的 全部一大早就跑到这个服务场这边来 恭喜 我们来带你看一下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和你做一种好吗 好啊 真啊 感觉比电视里说 他来做一种实在很适当的人材 那南投是整一种你感觉很高兴 哦 真高兴 很高兴 对 其实我所知道的时间其实也是蛮晚的 然后感受是什么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所以真的这个工作非常兼具的工作 我就说你会很辛苦 那可以转向我们再讲比较多一点 好你可以听到其实今天吴敦毅人是在台北哦 在南投老家这边呢是吴敦毅的太太站在门口 不断的欢迎大家来 不断的是谢谢大家来到这个地方来对她的门 对她们的这个祝贺哦 那么其实呢 这吴敦毅的夫人也表示哦 她其实在高兴之余呢 似乎也有一点沉重 因为叫这个工作呢 要做到持民满意 不是这么的容易 但是因为南投出任了一个金格魁 消息传回这个地方呢 当时也是跟着沾光兴奋到现场祝贺 一向现场军情况把先进头交还给台北同内 好 只不看到 吴敦毅的老家在南投的地方 现在相亲都相当的高兴 感谢大家